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您 看看是不是这幅 是啊 还真是 是哪儿 哥哥 您瞧瞧啊 这儿啊 这就是我当年 刚进宫的时候 当差的御花园啊 御花园 就这儿 没彪清楚 可这儿啊 它就是青安殿哪 那年我在青安殿犯了事 老佛爷打那儿过 要不然哪 我非给打死不可 老佛爷 奴才想您哪 老佛爷 喜公公 喜公公 除了这事您还有别的事吗 要是没什么事 那就请回吧 我这儿还忙着呢 喜公公请吧 悲从心中来哟 我们要进去 你听见了吧 清安殿 中国人 老佛爷 你听见了吧 清安殿 你听见了吧 清安殿 你怎么知道我要换这纸笔啊 我就这样陪着你写字画画都十几年了 这回你该信了吧 那你知不知道 我以前画过这幅画没有 你从来没有画过这幅画 你以前画的都是跟玉雕有关系的 像这种亭台楼屑从来都没有画过 爷爷为什么要逼你画这个画呢 好像是想让我记住个地方吧 对 应该是个地方 这个地方跟什么有关啊 喜公公 喜公公你干什么呀 你来干什么呀 你来干什么呀 你别进去 陆姑娘 怎么找这儿来了 这都不用猜呀 她呀不在那边就肯定在这边了 出去 我就说两句话 秦少爷 你画的那幅画是不是我干儿子让你画的呀 行了行了 金月龙没跟你说画的是玉花园吗 行了 你快走吧 你别推我 我自己走 玉花园 嗯 明白了吧 玉花园 玉花园 你怎么了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爷爷了 我想起爷爷长什么样子了 不错 好东西啊 西班牙仿制的 质量好 价钱便宜 子弹通用 通用 这是 这是世界大战之后 美国封存的轻机枪 二手货 这玩意能使吗 你试试 你还别说啊 这洋人的东西还就是厉害 多少钱 四百块大洋一个 四 另外 带一千发子弹 一根枪管 枪好是好啊 可吃不消啊 这打出去的子弹 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 同僚 我们可以做搬用机枪式 这也是二手货 是 这么好的黄腰 茅塞 1898 没用过 刚刚开封 多少钱 七十块大洋 这 他妈坑谁呢 这凭什么就七十块 统领 一千条枪 送一套子弹设备 以后的钱就可以省下来了 我 一千条枪就是七万块 那五千条枪 就得三十五万块大洋 这要是一个师 一个师 同僚 您真的准备东山再起了 我就说说 来 你给我算算 军官 突击团 加上一线备战部队 军装到军饷 从武器到粮食 得多少 大概需要九十万 九十万 去 把那个美国枪贩子给我找来 您要的货物 总价基本上是这样的 具体金额 还要看您的详细要求 当然如果是长期订购合同 我们可以在 令配件上给您一些优惠 据我所知 据我所知 你们在这武器买卖上 有那种叫 贷款形式的交易方法 很抱歉 以贷款形式 进行的枪械买卖 只限于 拥有辖区的将领 而据我所知 您今些年 一直荣养在家 那就没上来了 如果付现金的话 我们还可以放款条件 不过 你是觉得老子没钱吧 老师说 我认为这笔钱 对于世上 任何一个国家里的 任何一名将军 都是一笔拘款 更不用说 你现在没有事权 所以我的确认为 你付不出这笔钱 你敢看不起老子 我告诉你 我还真他妈就有这笔钱 少道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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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 少道儿呢 没干净啊 不是让你看着他吗 我这会儿正帮着 师父挑选原石呢 真是顾不上傻少爷的事 什么顾不上 顾不上 老头 东家 爹 傻蛋这会儿在金香玉呢 哪儿去啊 你忘了我跟你说哪些话了 那也不能任凭傻蛋这么胡闹啊 想去就去想回来就回来 家是什么呀 有没有点王法了 谁家也没有不许人出门的王法 是我让他去金香玉的 你不许人啊 找身世现在是傻蛋一等一的大事 越拦着他就越不尽情理 我可告诉你啊 以前就你一个人 霸道翻天的 傻蛋也习以为常 现在人都会比的 陆语涵越是彬彬有礼 越显得你不尽人情啊 懂不懂 我不闹 找田丁聊天去 这丫头 干什么呀你 我在这儿想事呢 有你这么想事的吗 赶紧过去画画呀 不画能想起来吗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这小牌跟子豪不能一块儿涮 涮涮的毛画画的都给你赔得起吗你 刚开了一窍 你这臭脾气就又回来了 快点给我说说这画吧 这什么玉花园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就是想起我爷爷来了 后边这 还是想不进来了 是不是爷爷带你去过 记不得了 要不咱去一趟得了 现在去紫荫城 我去的老公 你看你去上哪儿炫了 可是我们才能鑑位 你去拿这儿炫耀了 这话不出席 又去哪儿炫耀了 对呀 我们这儿炫耀了 还有我们则里面的 还有你这儿呢 陆姑娘就不是奔着开店来的 怨不得她 我当然知道 她是奔着我们家傻蛋来的 你怎么还帮她解释啊 你哪伙的 别忘了你弟弟 还在我家帮工呢 您这说的什么话呀 荆家对我恩仲如山 我肯定不会帮别人说话 你坐着吧 坐 坐 我家傻蛋跟那个姓陆的 在里边干吗呢 画画 一个画 一个看 我也不太懂 那傻蛋和她 这您放心 傻少爷虽说平日里 接人待物没个正行 可在陆姑娘这儿都规规矩矩的 我觉得 傻少爷心里好像挺怕她的 吃到怕就好 你帮我好好看着 一旦有任何动静 你第一时间过来找我 这 我现在毕竟是金香玉的伙计 老往金玉轩跑不太好吧 成 不帮是吧 我现在就打发你弟弟 去新疆扛杀去 金小姐 您这是干什么呀 这么说 你就是答应了 好 我答应你 只要你对例子好 我一大早就送寻书身边 去生意去了 我们家那么多伙计 都没这待遇 我对她还不好啊 谢谢您 谢谢金小姐 田丁 不好好看店跟谁聊呢 夫人 夫人 我跟玄策出去一趟 您又带少爷去哪儿啊 什么他带我 以后要分清楚主次 是我带他出去 行了 等你全想起来再跟我争啊 那我们走了啊 院里那两个笨蛋 你随便使唤 不用挂着啊 你呀 还是等你都想起来了再说吧 你怎么来了 这是谁啊 昨天在我家还说以后 做什么事都不避讳呢 怎么今天出去 也不说一声啊 你别打乱 我们去紫禁城有正事儿吗 那我跟人去不犯法吧 傻蛋 你以前不是说过 要带我去紫禁城转转吗 我就那么一说 今天 进不进得去还两可啊 行了 带到一块儿去吧 好 走吧 去了你不真啥事儿啊 直到了 放心吧 陆姑娘 金伯伯 丫头 你们这儿上哪儿去啊 我们 爹 傻蛋说要带我去紫禁城转转 明儿再去吧 今儿啊 喜公物来咱们家和解 是三太太给说回的 咱们得在家等着 没关系的 金伯伯 我们天黑前肯定能回来 您放心吧 肯定不会耽误事儿 走吧 走 走 走走走 那个 锦爹 您别担心 他们俩要万一打起来 我自然回来 栗子 你去金月斋定一桌酒席 让他们晚上给送过来 放心吧 保证不耽误事儿 还有 跟你姐说一声 人手不够 让她过来帮个忙 爱一整天算钱 瞧您说的 就是不给我姐钱 她还能不来啊 包在我身上 栗子 来 行 你 你 你徐师傅啊 没白收你这徒弟 来 来 去吧 来 来 三太太 不好意思 让您久等了 这二位是膳尾会请来的贵客 来 三太太 给您 里边请 真气派 当然气派了 二十年前 这儿都不让过人 你那会儿就这么高 你顺着这门就溜进去了 一群人追着你打 把我吓得腿都软了 瞧你说的 好像我生下来 我就是来捣乱他 可不就是吗 当年你在新疆矿上 跑天坑里迷了路 要不是我拼着顺水找你 百十来好人都救不了你呢 金小姐 我只是有感而发 没别的意思 是啊 我也是有感而发 没有别的意思啊 别别别 你们俩要真是瞧对方不顺眼 你们俩在这儿打 我从那边先走 干吗呀 凭什么打我们家傻道 我愿意打 不行 行行行 谢谢您 您太客气了 怎么样 善后工作还顺利吗 顺利倒还算顺利 就是时间紧了点 这么大的紫禁城变成了博物院 马上就要对外人开放了 你看真不该跟您说这些 不碍事 要说这以前皇宫大内 就算是猫都有编号的地方 现在可倒好 是个人都能进来了 真是赎过境迁哪 那是太监吧 对 怎么都这会儿了 宫里还有太监 这不是这么大个紫禁城 摆设物件得上万件 还有些暗门死假 我们也不太清楚 所以从外头找了些 以前在宫里的老人 来帮着整理整理 也是 那玉花园呢 玉花园现在还那样 修修补补的 也没钱请园丁 您甭陪我了 我自个儿转着 有些年没进来了 那三太太您自便 以后工作上 还请您多多帮忙 好 三儿 咱们出去多少年了 回哥哥 从庚子年到皇帝被困在 嬴台一室 已经二十多年了 一晃都二十多年了 玉花园还记得怎么走吗 记得 带我过去 喳 两人打得是难解难分 不知到底鹿死谁手 玉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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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的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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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咱俩馆来了 路过这儿 歇歇脚 九爷 这天还早着呢 就收摊了 对不住 对不住了 对不住了 不说点啊 九爷 别人见 别人见 天还早着呢 这花酒怎么就收了摊呢 哥这平时不是得 你这儿关门 他在走吗 人家九爷 现在在紫禁城膳委会找了份差 现在是吃黄粮了 白天能在我这儿说会儿书 那是给我面子 紫禁城膳委会 得嘞 你忙你的去吧 好嘞 三太太进了紫禁城 好像是朝玉花园那边去了 今天要没那老太监帮忙啊 这批堡包阁还真整理不出来 对呀 谁当初看不起人家太监来着 我告诉你 当年能在这儿宫里混下去的 都是能人 不比你我这种教授学问差 说得是 说得是 以后啊 说不定还得找人家帮忙了 是 能进去吗 我去问问 问了还能让进吗 看我的 走 等等 证件 证件 证件呢 你跟我要干吗呀 你包呢 你包怎么没拿呀 包 真是不好意思 都怪我这个小师妹 那证件在她的包里 她那包呢落在学校的宿舍里 你们来干什么呢 我们是黄明教授 叫我们来整理多宝格的学生 学生是吗 进去吧 好 走走走 你们三个是干什么的 他们是黄教授 叫来整理多宝格的学生 整理多宝格 多宝格不是已经整理完了吗 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学生 我们是京师大学堂的 京师大学堂在新亥年 就不用这个名字了 您还活在前卿呢 你们仨出来 跟我们去陷阱局一趟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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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闹着玩 你别带两个姑娘出来丢人了 赶紧回去吧 这仨怎么都走了 这是我请来帮我鉴定预期的呀 你看那男的 那可是当年半仙摘老秦妾的孙子 还有俩女的 一个是金玉萱的独女 还有一个就是 八丰堂老叶家的孙女 这可都是杭界呀 您等着啊 小亮子 赶紧到金家去 就按我叫你那么说 是 三位 三位 刚才在下有眼不识太深 看插眼了 看插眼了 里边请 里边请 又让我们进了 你认识我 认识认识 半仙摘的秦大公子 我们 你看 这个官司打得还打成名人了 看把你能的 那玉器都在文元阁的 我带你们去 不用了 我们第一次来 自己转转就行 玉花园怎么走啊 玉花园哪 过了门又转弯一直向北 过了景仁宫就是了 得 那回见 回见 谢谢啊 走 快快快 走 这边 看见那仨们 就是他们 这个 是一千大洋银票 事办完之后啊 回家买房子置地 过计子室 够你花的了 这我可很谢谢齐公公了 去吧去吧 那我去了 你又想起甄妃娘娘了 您又想起甄妃娘娘了 我十三入宫 第一个服侍的就是甄妃娘娘 在这景仁宫里 一待就是三年 也是在这里碰上了皇上 四海年的时候 甄妃娘娘投井了 你们俩别光顾着看紧 帮我偷找啊 我这不找呢嘛 我这不找啊 景仁宫 那边 刚才那先生不是说了吗 再往北就是御花园了 马上就到了 我进去看看 那井里边有没有死人 死人 泡多少年了 肯定不好看 不看了 再说了 这会儿你又不着急了 是不是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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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走 怎么这么巧啊 怎么办 咱还去不去御花园 去呀 干吗不去 御花园那么大 就咱们俩 还不定找到什么时候呢 这下好了 跟着她就行了 走 要不然我 我可告诉你啊 抢东西归抢东西 可不许伤人 你别忘了 当年咱们从宫里 逃出来的时候 秦元龙为了藏匿赞 把官都丢了 要不然 咱俩的日子 比朕妃娘娘 抢不了多少 知道了 走 傻大 你要是皇上 你打算怎么办 我要是皇上 晚上光从这儿走 就非吓尿了不可 那你是不是 就得跟皇上一样 一次娶好几百个女的 别提这事啊 刚才你没看见那学生 在那儿整理那老照片啊 后宫家里一个一个 长的那模样 比走夜路更善人 这个难看倒是其次 更可怕的就是 瞻亲带故 咱们在新疆配马的时候 还知道马得出武服 你看皇上身边那些 不是表姐就是堂位 难怪越生越磕着 亏你还记得新疆 看 前面就是御花园了 快走快走 快快快 快走 傻大 我饿了 这孩子也没说错 眼看着紫禁城 都要给你腿子开放了 还有什么避讳 我都觉得呀 这会儿我们还说这个 都可笑 好可笑 有谁 李公公 您来了 等会儿 龙器在宫里 我可警告你 你可别骗我 既然我决心把这龙器交给你了 到了地方 我自然全都告诉你 怎么了 一股脏味 冬家 那个 金月斋的那个席啊 已经送来了 傻蛋跟丫头 你看看天都快黑了 还没回来 您甭着急 那个老烟狗 不都还没来吗 再等等吧 冬家 有人找 金四爷 我们家爷爷 让我跟您说一声 他在紫禁城里 瞧见傻少爷了 让您千万别担心 喜公公什么意思啊 他说择日不如撞日 既然碰见了 不如今儿 就在紫禁城的御花园里 把恩怨都结了 御花园 去吧去吧 告辞 老轩 你赶快去县警局 找老成报警 让他跟我在东角门会合 东角 我也去 对 多个人多个帮上 赶紧走 走 赶紧 赶紧 陷阱局 好嘞 赶紧 陷阱局 慢点 好了 走吧 怎么了 老太监在紫禁城 可能要对大小姐她们下手 大小姐有难我一定要去 我给你一起去 快走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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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快点 走 傻蛋 我真的饿了 你怎么一天到晚就是饿呀 那没吃饭就是饿嘛 这是第几处了 第十三处 照理说应该就是这儿了 这都是一些亭子 哪有什么房子 甭管亭子还是什么 往前找找不是知道了吗 走 走 傻蛋 那儿有个人 我去问问啊 老爷爷 您能帮我们找个地方吗 好啊 找哪儿啊 来 你看看 就这儿 你这张图纸是哪儿来的 我家里留下来的 你家里留下来的 撕了 撕了吧 什么意思 还什么意思 你这张图纸啊 画的是老佛爷 六十大寿之前的东西 之后呢 这园子又重新修建过 这期间哪 又遭了八国联军 进了一次京 这张勋和讨逆军 还在这儿干了一仗呢 这几十间的宫廷院落呀 就这么毁于一旦了 玄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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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就是一傻子 傻大尔 你死心了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很清楚 如果你这会儿放弃了 往后别埋怨我 说我拦着你 不让你找回忆 这不正好趁了你的心吗 你真找了吗 如果你努力了 还是想不起来 心甘情愿地跟我回去过日子 我特高兴 可这会儿 因为一个老太监的一句话 就自暴自弃了 我怎么那么看不上